金春茶油 秉持著喝好油 吃健康 從產地到餐桌 傳承了半夾子的自由精神 就是為了堅持 給全家人最優質的好油生產 其實一開始我們家族 就是我的阿公那一代 全部都是在苗栗種茶葉茶農 那時候我父親他有三兄弟 那各自成家了以後 那個年代的我父親 是專門在外面去收炸油的原料 我母親就在家裡來幫忙炸油 看工人看我們小孩 所以我們以前是從小型的加工業 這樣開始起來的 到今年我成立快五十年 這樣子的一個歷史 在台灣就有三大的茶樹品種 可以用來炸油 那一種的話是大果種 第二種的話 就是我們喝茶葉茶的那一個品系 那當然我今天要特別介紹的小果種 是我們當地苗栗這邊的原生樹種 那這三種樹種 我們去檢驗 還有很多消費者的回饋 我們後來發現 原來大果特別適合主菜用 料理它的耐熱度高達兩百四十度 茶葉子的部分的話 它又捐具有花生跟麻油的香氣 所以它用來做調味 增香的作用是非常的好 但是唯有一支小果茶油 它是可以身影的 因為我們在皮膚的測試會發現 小果它的吸收度特別的快 而且摸起來它的油脂是很細緻的 自由的工序 全台灣的油行都大同小異 那我們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個我們有占地600瓶零下 20度的冷凍空間 我們比別人更用心的 反而是放在原料前端的 廚房的這樣的空間 我們願意做這樣高成本的儲存成本 就是為了往後我們這一瓶油的穩定度 它可以很好 我們一樓在做炸油完 透過油管租直接送到二樓去做沖田 所以它中間會少掉很多人為的交叉污染 在進行前端的沖田之後 後包裝區就會有一位我們的同事 正在進行目視 還要再檢查一次 還有沒有經過二次過濾之後 它還會不會有一些雜質的存在 再經過後續鎖蓋的機器 連續鎖蓋 再進行連續貼標 就到後面裝和裝箱包裝的一個地方 茶油它是所謂的Omega9 那它本身也很適合台灣天氣的一個常溫存放 那只要放在陰涼的地方 通常我都會跟消費者說 如果拿到這瓶油開封了以後 只要這個油在你的廚房三個月了 還在你的廚房空間 就麻煩各位把它放在冰箱去做安全的存放 然後再來做使用 我們有超多的消費者來到我們油房之後 一直希望我們能夠提供一些茶園參觀 然後茶油文化教育的部分 所以我們除了出書之外 我們也提供了一個茶園 就是數種區隔的一個介紹 然後還有就是茶油除了用在料理方面之外 我們還有一些茶油DIY 跟消費者來做一個互動的概念 歡迎來到我們這個苗栗三彎 金春茶油工坊 我們做這個行業已經50年了 同我們有十大神農的一個獎項 所以我們在所謂的農業產業 到最後消費者這一段一條龍的服務 所以各位如果對我們的產品非常地有興趣 也歡迎可以到我們的官網直接去做洽定 只要搜尋金春就可以找得到我們 我们下期再见